大家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咒術迴戰是這兩年很熱門的作品 之前聊天室常有人提到 不過我一直沒有去接觸它 我對這作品的理解程度不高 甚至連二創都很少接觸 當初看到五條屋這個角色的時候 第一印象是 诶,這是奇亞長大後吧 就真的很像啊 你看那髮色,髮型,還有那皮膚 根本是同一個模式出來的 跟上一次的巨人合作不同 咒術迴戰這個作品對我來說 完全不存在粉絲濾鏡這種東西 聊天室隨便抓個觀眾 對這作品的理解程度都能比我深 這合作給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當初GNN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次合作的規格很敢給 幾乎沒有變扭的感覺 以還原度來說 五張黑閃的設計很有趣 七海整體的設計也不斷強調7比3這件事 先看到這次合作的專屬特性 也就是咒術師特性 8張10抽卡無一例外 都有咒術師特性 之後的副本卡也有幾張會有這個特性 如果隊長與戰友都是咒術師的話 每回合末會依據隊中的咒術師成員數量 讓場上出現對應數量的咒術位置 每消除一例咒術位置的珠子會加2C 同時該位置的咒術會消失 此外 咒術師對於妖精級模組敵人 還有兩倍的獵殺效果 而且咒術師在發動主動計時 還能解除敵人的隱身狀態 這個特性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首先 像5條物之種不自帶加康手段的隊長 就能靠咒術力去彌補C數這個缺口 此外 如果隊伍成員有4張以上的咒術師的話 那麼每回合會有4例以上的咒術位置 這些咒術位置我們未必能全消 假設消3例好了 這樣只能加6C 對於全隊來說大約是1.5倍增傷 換句話說 咒術師隊伍在第一回合的輸出 相對來說會是最低的 因為從第二回合開始 靠咒術力就能自帶約1.5倍的增傷 妖精與魔族的獵殺效果就當送的 解隱身這件事情可以想成內建之上 最後看到這次的1%大獎 也就是5條物 5條物這張卡不管是隊長設計 還是主動技能都沒什麼好說的 堪稱滿漢全息的規格 說起來有點可笑 這張卡最多人嫌的點居然是卡面 不是因為太醜 而是因為神魔的卡面 把他極具特色的瞳孔給浪費掉了 原作那個青色瞳孔真的超級好看的 到了神魔的世界就變成路人瞳孔 昨天實際用過這張卡之後 我只能說非常滿意 開技時的輸出沒話說 當初我有點顧慮平砍的問題 進場平砍大概400億 第二回合開始 因為有咒術力的關係 平砍就會變600億以上 而且這隊技能輪轉極快 還有領域展開可以用 因此其實沒什麼機會讓我們去平砍 要煩惱的是該開哪張咒術師的主動技 而不是平砍能不能打死敵人 隊長技會讓人類成員有10倍的輸出倍率 以及2倍的血微倍率 咒術師成員還有額外1.5倍的血攻倍率 消三種的珠子以上時 全隊攻擊力5倍 還能讓咒術師成員的傷害無視攻全盾 全尖全50% 接下來看到隊伍技 閉眼5秒 無視燃燒、黏斧與黑洞 迴避每個敵人的首次攻擊 5條物的屬性珠效益極增200% 首削5組以上的珠子時 咒術師成員會多解ECD 回合結束時 第4與第6行的珠子 會轉化成第5行對應位置的強化珠 消除隊伍成員屬性珠時 全隊攻擊力5倍 5條物跟該屬性成員 還能無視拼圖盾與無鼠盾 最後是領域展開的能力 這會消化一次龍克次數 但不會消耗能量 5條物的CD會減5 還會還原版面 並將全體敵人的攻擊力減至0 這個控壓效果是永久的 之後三個效果在同一層內都有用 全反轉人族強化珠 加25C 5條物攻擊力5倍 且傷害可克制敵人 並無視敵人防禦力 最後還有一條很妙的隊伍技 如果自備的5條物不只一張 那麼隊員的5條物會隨著位置改變屬性 2345磁行分別對應到 火木光水屬 戰友最推薦5條物 除非關卡有討回相應成就 之後看到主動技 解除5條物被封鎖的狀態 以及疲憊休眠與風壓狀態 引爆右半旁邊的珠子 並掉落固定位置的 光水星強化珠 引爆左半旁邊的珠子 並掉落固定位置的 暗火木強化珠 一回內 自身攻擊力5倍 首批弱珠與第二批弱珠 掉落自身屬性的強化珠 並讓自身無視固定連擊盾與翻手敲盾 這隊長真的超敢給的 基礎規格方面 避延5秒 因此基礎轉租秒數會是10秒 拳肩拳100% 因此不用煩惱對魔問題 甚至還能迴避每個敵人的首次攻擊 隊伍抗性方面 無視燃燒、黏斧與黑洞 還能靠咒力加C 也對能力方面 隊長既可以無視攻擊盾 隊伍既可以無視拼圖盾與無鼠盾 主動器可以讓開技的5條物 無視固定連擊盾與翻手敲盾 更別說5條物主動器 不給我們6種珠子的強化珠 因此本質上就是一個處理連擊強盾盾的手段 三個基本的面向就已經拿很高分了 更別說它還有領域展開這個特殊能力 以及咒術師加速技能輪轉的特性 更過分的是它還有強到靠背的羈絆技能 兩個羈絆技能的解鎖對象分別是 補葬與七海 也就是這次的兩張二獎 分別對應到追打羈絆與加速羈絆 而且這個追打羈絆的傷害量特別高 它是以100%的輸出追打兩次 再加上角色出本來追打的那一下的話 總共就會是4下 主動機是自身疾傷 羈絆技能給了很大方的追打羈絆 所以武裝龍客的輸出型被動不會被浪費 三個被動能力應該是 炎秒跟兩個輸出型被動吧 了不起多格進場-CD 對,我當初是這樣想的 直到我看到了這鬼東西 這武裝也太過分了吧 被動能力2居然給加速 5條5主動機的盤面 在第一直行的位置剛好是5力暗珠 因此在看5條5主動機的時候 隊長的5條5能無痛觸發武裝龍客的加速效果 配合隊伍技的加速效果的話 5條5的開機頻率會非常高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把5條5 戲稱為滿漢全息的原因 別說隊長的設計了 連機半技武裝龍客都超級大方 之後看到這次的3章2獎 也就是虎杖浮黑與漆海 這邊主會介紹2獎的主動機體隊伍技 如果機半技或是昇華能力很特別的話 也會特別講一下 對於2獎的隊長設計我不會多加琢磨 否則這部影片的時間會被拖太長 首先是虎杖這套CD6 會引爆全版的珠子 以及凍結珠與石化珠 並掉落固定位置的水火木光暗星強化珠 還能在一回內讓自身攻擊力4倍 並以200%的輸出追打水屬性攻擊一次 有擊斃敵人的話 虎杖跟東彈還有CD-3的效果 光人的定板超級多 但幾乎都是轉化 虎杖的定板是用炸的 而且還能處理凍結與石化珠 有擊斃敵人的話 這招會變成CD-3 更別說這招-CD的對象是虎杖 以及東彈 因此如果東彈主動機有料的話 這個組合的價值會再更高 上禮拜看到GNN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虎杖的定板長什麼樣子 因為這會大幅影響這張卡的實用程度 結果居然是10C盤 光珠跟星珠各久利 因此可以處理手消屬性不相應這種技能 五條隊長要求消除三種珠子參與滿倍率 因此可以用這個轉法 去處理五條物不好處理的手消屬性不相應 此外 武藏跟東彈還有組合技 一回合內 能還原全板 以及牌面上的碎裂位置 並引爆全板 掉落固定位置的水火木光暗星人珠強化珠 還能在一回合內 讓全隊無視連擊降臨盾與拼圖盾 最後再送我們二效的效果 其中一種阻止消滿20粒才會結束效果 不確定東彈的CD多少 因此組合技的CD也不確定多少 以組合技來說 虎杖的設計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靈活的 因為虎杖主動技自帶加速效果 如果關卡前面需要虎杖主動技 那我就單開虎杖去處理 如果有疾病敵人的話 虎杖等下於CD3 這樣子關卡後面如果要靠組合技去處理的話 虎杖基本上不會有跳不起來的問題 甚至連東彈都可以掀開 畢竟虎杖主動技的加速對象 也有包含東彈 虎杖跟東彈這組合 在東彈技能組未知的情況下也蠻有料的 而且虎杖甚至不只一種組合 他跟浮黑以及丁琦也有聯動 如果讓這三張卡同隊的話 這三張卡還有三維基值1.5倍的效果 最後看到虎杖的羈絆技能 三個羈絆技的解鎖對象分別是 丁琦、浮黑與東彈 而羈絆技能力分別是 對魔族獵殺、加康、防燒 主動技都這麼鬼了 羈絆技居然還給防燒 而且羈絆技的解鎖對象不是大獎也不是二獎 是一張免錢卡 順便提醒一件事 遊戲中還沒有東彈的資料 因此從遊戲內的介面去看的話 補藏目前只有兩個羈絆技 靠東彈解鎖的防燒羈絆還沒有顯示出來 這設計跟當初的轟膠洞很類似 防燒羈絆的條件都要求免錢卡 當初不少人沒打到安德瓦 而讓轟膠洞沒得觸發防燒羈絆 因此之後開放兌換東彈的時候 請務必記得換一張 接下來看到浮黑的技能組 製造CD7、四選一效果 GNN介紹圖的順序跟遊戲內的順序不同 這邊在介紹的時候會以GNN的順序為主 首先是魂 將全版轉為光暗星強化諸客的實力 還能在三回合內無視仗氣與一步一傷 並讓自身攻擊力3.5倍 且輸出無視敵人防禦力 再來是夜 引炮全版的珠子並掉落人竹珠 還能在一回合內 電擊敵方全體並死之無法行動 且所受傷害2倍 敵人如果是水屬性的話 被損傷增加的幅度則會提升為3.5倍 之後是滿象 對敵方全體造成5000萬點的水屬性傷害 而且這發砲擊無視敵人防禦力 還能在三回合內將燃燒的傷害減至1 並讓全隊有1.5倍攻 以及全隊無視N屬頓的效果 最後是蛤蟆 全版轉強 浮黑以外的咒術師CD-2 還能在三回合內無視黏輻 這招CT-7 但沒有自帶加速羈絆 武裝也沒有自帶加速效果 甚至連速攻效果都沒給 這次的三任組設計讓我覺得蠻可惜的 如果能讓虎杖、浮黑與丁騎 有進場減CT的效果的話會好很多 跟達格一樣的四選一技能 可惜四個型態沒有對應的被動能力 達格的陰型態有一個被動式 挑四種以上的珠子時自稱CT減一 達格跟浮黑一樣都是CT-7 但達格可以靠陰型態的加速被動 讓他變成一張CT-4的卡 因此在使用上會靈活許多 而且浮黑身為一張暗屬性的人類 滿像的直傷居然是水屬 我知道這次要還原本來的設計 但這對於暗哀來說很可惜 5000萬這個數字 對於埃及隊來說還蠻夠的 頭尾都是埃及城的前提下 這發炮擊的傷害會提升為612.5億 而且暗哀不像水火光哀一樣 有著傷害量超高的大炮 今天好不容易出了一張暗屬性的高額直傷 但這發直傷居然是水屬性 因此會吃不到暗哀雙隊長給的100倍 這也是我為什麼沒有很看好 浮黑作為隊員的原因 更別說他主動記得絕大多數能力 都是虎杖這個定板能解決的東西 直傷對於咒術師來說意義也不大 無法行動也有很多選擇 就算把考慮對象限縮在咒術師的話 也還有狗卷這個選項 最後是七海 七海擁有兩個主動劑 第一CD7能解除暴風 並在一回合內讓自身攻擊力7倍 再將10個固定位置的珠子 轉為光強化珠與性強化珠 首削的光珠數量與新珠數量 恰好為7粒與3粒一時 還能讓自身的輸出 無視攻前盾與指定減傷抗性 以及敵人防禦力 第二CD3能讓自身增加3回合的亢奮狀態 並將3粒或7粒珠子轉為光人珠珠 在當初的一轉入氣法簡明中我有提過 神族解除暴風的選項不多 但我們很少會針對這點做文章 其實人類也是一樣的道理 人類跟神族的牛棚都非常強 但這兩個種族處理暴風的手段都不算多 主要原因是暴風這個敵技本身的難度就偏低 絕大多數情況都能直接打過去 怕輸出不夠的話補個2倍左右的增傷就夠了 真要說的話也只有五風災惡的核心技能 稱得上是困難的暴風敵技 不過七海的情況還蠻特別的 首先五條物的武裝龍客 要求自身直航消除一組武力的暗珠 才能觸發加速效果 如果敵技有左右暴風的話 就會讓隊長的五條物吃不到這個效果 而七海身為一張咒術師 不僅能吃滿五條隊長技的血量倍率 更能升任處理暴風這個工作 而且他的技衣還能讓自身無視指定解敞抗性 讓五條物配合虎杖的話 幾乎不能處理所有的盾 但指定減傷抗性 恰好是這個組合無法處理的 不過盾條件可能會讓人誤會 他要求的其實只有手銷的光珠數量與新珠數量 對於其他種類的珠子是沒有要求的 這也是我為什麼剛剛在介紹時 迅速方式會特別改掉的原因 配合五條主動機的定板 用這個轉法就能滿足條件 順便解釋一下我為什麼要這樣轉 首先是角色珠 七海的兩個羈絆技都是輸出型能力 對模組有1.5倍的獵殺效果 還有追打羈絆 再來是轉法 這個轉法乍看之下有一個缺點 就是佔有五條物的昇華鍵會無法處罰 這是因為我有其他的考量 就結果來說 我這個轉法的輸出會高不少 七海這張卡的昇華非常特別 昇華4是對象為自身的增傷 而且增傷幅度高達50% 隊伍如果只有他能打出傷害的話 增傷幅度就是獲增價值的1.5倍 至於七海的武裝龍客就沒什麼驚奇了 毫不意外的兩個輸出型被動 這是五條物的設計滿有趣的 七海主動機可以讓自身無視攻前盾 丁騎主動機也能讓自身無視攻前盾 但五條物對擋機就能讓咒術是無視攻前盾了 因此有些人會覺得10抽技能重複太多 說真的 那是因為五條物太強 解頓抗性給好給滿 才會讓這些10抽卡看起來很尷尬 更別說丁騎繼承自身傷害的特性 其實可以處理不少問題 以肥婆來說 狗卷的技能我覺得也不錯 雖然說五條物的領域展開可以還原盤面 但龍客也不是無限開 靠狗卷去負擔壓力也是個不錯的選項 五條物這隊長要講的東西非常多 這部影片只會大概介紹他的規格 詳細的組隊分析我之後會再出影片 屆時我會仔細說明為什麼我不推複製五條 以及各種盾的處理方式 先講結論 我覺得複製五條純粹是遊王的玩具 實際在使用的時候 一張五條就能有非常好的遊戲體驗了 多得五條就當送的 不用特別為了複製五條去抽 而且現在是合作第一週 因此還有幾張咒術師的技能是未知的 現在講強度真的太早 特別自動卡 這張卡如果有料的話 補償跟五條的價值都會再提升 話說這次的合作時程真的很妙 第一週連武裝龍客都沒得刷 收集道具的活動要等到第二週才會開放 這根本是鼓勵玩家等加倍 所謂的早買早享受 根本沒享受到幾天 我覺得這次卡俠絕對值得抽 但如果MH都這樣暗示了 那我們就照他的意思 等加倍再抽吧 最後提醒一件事 要拿滿20根素挪手指的話 勢必要把虎杖跟浮黑練滿 而且每一週都要打 冷酷無情的王者 至少一次 並到任務界面領取獎賞 不管你有沒有要抽這次合作 建議都要打這個關卡 否則之後如果改變想法的話就來不及了 點擊主畫面下方的咒術高專 拉到最下面就能看到這個關卡了 以上就是我對這次咒術迴戰合作的想法 下部影片的主題會是 五條物的主隊分析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